由于前来美伦地区白灯塔公园游玩的乡亲事业越多 对于现有的亲子游戏设施还有休闲设备是明显感到不足 民运里里长林美静也向市民代表谢一轩存情 同时也进行了会刊 谢一轩表示说经过会刊 她会向施工所争取增加休闲设施 让这里游玩的乡亲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欢迎是美伦地区民运里的白灯塔公园 在圣诞节期间办理市集活动 让大家知道有一处美丽的公园 能够来这里休闲走一走 由于民运里的人口增加了 公园内的游戏设施没有办法满足民运的需求 里长林美静并且向市民代表谢一轩存情反映 并且安排会看来实地了解地方的需求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民运里的白灯塔公园 因为这个居住人口已经越来越多民运的部分 那这个白灯塔公园的游戏器材 已经不够大家来使用了 所以有经过这个民众的反应跟里长的反应 那我们今天特地来邀请华林施工所 有工程队来跟我们会看 那是否在白灯塔公园 在这边来增加一些比较安全的游戏设施 游戏器材来供民众来所使用 其实比较着重于比较安全的部分 有一些是这个腿部的啦 有一些是腰部的啦 让民众做一些比较适当的安全的游戏设施 市民代表谢一轩表示 白灯塔公园可以说是里面最喜欢来这里散步 加上也会带小朋友来这里踏青游玩 因为民运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了 大家也喜欢来这里游玩 希望透过这次的会刊 向施工所争取相关游戏设施 提供市民们最好的服务 记得继续欢迎收看